小鋁線的鋁線 現在我們要來介紹 三條線鋁線變織的一個最式 首先準備 22G的原線 20公分 三條 28G的原線 100公分 一條 那我們先 還有這個一創的珠子一顆 那我們現在要先來編 三條線的這個編織法 去中間 這20公分的中間處 大概 中間的地方 10公分左右 那這個28G的線 我們也是以中間線 中間的地方開始編 那編的時候 我們現在總共有三條線 這三條線我們要放上下 乘上下 不要平的 那我現在要編上面這兩條線 繞過上面這兩條線 兩圈之後 好 這次的上面就可以看到會有 兩條線 兩條線 兩條線就是兩圈 兩條線就是兩圈 那接下來 要繞下面的這兩條線 兩圈 上面這個兩圈 然後這個下面的這兩條也是兩圈 那是不是已經 這裡也是上面兩條 下面也是 這裡兩條也是繞了兩圈的 那接下來就繞上面的這兩條線 兩圈 好 以此類推 就是持續的這樣子編 那在看起來的時候 上面就是這個 第一組是在上面的兩條線 兩圈 第二組是在下面的兩條線 兩圈 然後在上面的兩條線 兩圈 就是這樣子 上下上下 那總共我們這個寬度要編4公分 已經編了4公分的長度 那我們現在要來調半圓形 把它調一下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把這一顆 Bitron的珠子加進來 那我們要讓這個底部 稍微呈現半圓形 讓它越圓 圓滑越好 那我們這個兩邊要等高 那等高之後呢 我們要把這個Bitron的珠子對穿 利用這兩條28G的線 做對穿的動作 對穿之後呢 這個線 我們一樣回到22G的部分 繼續編 像這樣子 好 那我們要這個地方 稍微讓它的尾端 稍微的抓一下 那個水滴形出來 這個幅度要稍微抓出來 好 那我們就繼續的 把這個線 繼續編 以剛才編制的方法 繼續的編 把它編到上面來 在交叉的地方 像這樣子 編到這個頂端 上面的位置 大概是這個交叉點的地方 這樣子 讓它更密合一點點 好 這樣子 然後把它 一直編到這個位置來 兩側都一樣繼續的編制 在這裡編制到 就是這個交叉點的地方 那這個兩側的交叉點 我們以平口前或是尖嘴前 把它往上提90度 像這樣子90度 那之後用其中的一條細線 我們把這個地方 稍微的繞一下 繞個三圈 好 那也是要讓它 密合 不要開開的 好 好 那我們現在要拿這個 呃 後面的三條 一 二 就是 這個兩側各一條 最外側 最外面的 好 就有一條 一 二 三 那我總共要拿三條起來 另外的三條 我往另外一個方向 好 那我設定的罪額是要往這個方向 因為我是這樣子平 我把設定這邊是正面的 那我要往另外一側來做罪額 那首先我們要先把這三條線稍微順一下 那它是很順的 平的 不要有交叉的感覺 這個 這個 頭的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我們要讓它是順著的 好 那把線稍微整一下 稍微的整一下 之後用圓柱前 夾柱上面約一公分左右的地方 大約一公分 好 我們往後摺 往後摺 等一下 往後摺 往後摺之後 我們要在這個地方 交切的這個地方 往上提 好 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再用這個細線 再把這個 前後的這個 再把它阻塞起來 用剛才的那一條細線就可以 再把它繞幾圈 讓它固定 這樣子 好 像這樣子 到幾圈固定 三圈左右 或是四圈就可以了 好 這樣子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部分 那接下來剩下的這個尾端的這三條線 我們可以做造型 然後把它做結束 像這樣子 剪短一點點 然後做螺旋 做結束 那前面的這個三條線 我們也是一樣 可以加珠子 或者是不加珠子 直接做螺旋 做造型 結束 好 那我們示範 用一顆 就是用其中的一條線來做 就這裡 我們如果是前面的這個的話 這個細線的部分 我們都可以先把它剪斷 好 只要確實有牢固就可以了 讓我們把線直接剪掉 好 線剪掉 細線都剪掉了之後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把它稍微剝開 好 那這個地方 我們一條線來做示範 加一顆銀珠 好 我們就可以用手來做造型 那這個尾端 我們就可以留短一點點 不需要那麼長 然後來做一點點小小的螺旋 要反方向 反方向做 好 這個前端不要剪掉 好 再把它用圓柱前捲起來 捲螺旋 做一個造型 好 這樣已經完成了一條線 那剩下的兩條線 我們也可以做在這邊前面或者是兩側 那後面的這三條線一樣就是可以把它做螺旋 小小小的螺旋 在這裡 好 最主要這個螺旋的部分 我們是要把這個 剛才 繞線的地方 擋起來 美化而已 只是美化的功能而已 好 這樣子 好 就 以那個螺旋的方式 然後把這個 剩下的線 把它捲完 這樣子 好 這樣就會完成我們的一個 用三條線編織的一個 來 追直